大家好,欢迎来到法治与社会,我是刘晨 在今年5月,洛杉矶时报揭发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一名校医的兽型 南加大保健中心的全职副科医生乔治廷德尔近30年来 借职务之变对女学生进行言语及身体的骚扰 而且她特别针对不熟悉美国医疗流程的中国留学生下手 南加大校方自1990年代起接获了多起投诉 但仍然继续聘用她,直到2016年才将其停职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多名受害的学生和校友向学校举报 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南加州大学妇科校医涉嫌性侵多名女生 洛杉矶时报周二和周三连续报道 在南加州大学学生保健中心工作近30年的一名妇科医生 涉嫌利用工作之变 长期对该校大学的女学生 包括中国女留学生进行性侵犯和违线 其中包括非法拍摄并故意不当触摸 体检女生的私处,还要求女生裸体接受体检 该报道,袁尹该校校医多位同事称 她似乎对中国女学生尤其感兴趣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官员周三表示 对案件严重关切 据报道,已有85人向南加大投诉该医生 现年71岁的廷德尔1989年受聘于南加大 是该校学生保健中心的唯一全职妇科医生 近30年间,她曾接诊数万名学生 其中很多是第一次看妇科的十多岁年轻女孩 廷德尔的很多同事及患者指出 她为女生检查身体时,北规拍摄她们的私处 说带有性暗示的话题,甚至进行不当的身体部位触摸 吴姓华裔女生回忆说 她2016年第一次在南加大学生保健中心 见廷德尔时,只有19岁,是二年级学生 以前从未看过妇科 她回忆说,我盲目地信任医生 完全遵照她们的指示去做 她指,廷德尔询问她的性生活 对她的华裔身份甚感兴趣 还用手指按其盆骨底肌肉,谈论肌肉弹性 一名曾于90年代委,至2000年初在南加大 修读法律的匿名女律师表示 她当时每年见廷德尔三次 对方常说些猥琐的话题 她指廷德尔检查她的乳房时 评论她身材苗条,还赞她的乳房 叫自己的亚裔太太好 她说,廷德尔赞我的乳房丰满 只不是每一个亚裔女子都有这样丰满的乳房 目前就读南加大研究学院的华裔温姓女生说 她三年前约见廷德尔 对方问她与男友是怎样的性交方式 令她面红耳赤 另一名现年27岁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女毕业生说 她见廷德尔时19岁 是首次看妇科医生 对方叫她躺下 表示要以手指伸入她的阴道 检查阴道窥镜是否适合 她表示当时廷德尔伸进第三根手指的时候 一名女护士脸寒歉意地看着她 然后离开 她对该报说 我其后看过多名妇科医生 没有人会这样做 她表示看到有关报道后感到羞耻 向男友哭诉 南加大本周设立热线及网站收集对廷德尔的指控 这名女校友是85名投诉者之一 廷德尔的多位同事称 她似乎对中国女学生有感兴趣 近年来南加大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 大都对美国医生检查流程不甚了解 尽管廷德尔兹上世纪90年代起就多次被投诉 但校方直到2016年才暂停其工作 并在去年夏季通过秘密协议 让其领取补偿金后悄悄辞职离开 而她在接受采访时 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指自己对女生的身体检查适当和周详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周三表示 对案件密切关注 要求校方严肃对待此案 采取切实措施 保证中国留学人士免受侵害 好 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 这个男家大校一猥亵女学生的事件 所以呢 这种事情在美国呢 并不少见 之前在洛杉矶也有一名白人男子 进到旅馆里面来猥亵 去游学的中国女生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讲一讲 在美国留学生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特别是一些不熟悉美国的 这个法律的留学生啊 怎么样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我们又请到了美国的法律专家 刘龙珠律师来给大家讲解有关的问题 刘龙珠 您好 主持人好 那刚才我们就回顾了这个事件啊 这个校一真是非常的恶劣 而且专门就是对这个留学生下手这一点 真是让人非常的痛恨 您是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我这个呢 对于这个事情呢 我发生之后 因为我的律师楼呢 在洛杉矶 我第一时间得知 得知之后呢 第一非常震惊 第二非常愤怒 然后第三觉得说我们要立刻做点什么 是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立刻要做点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计划做一个集体诉讼 来状态这个校医 这个老色狼校医 丁医生 当然大家看到他其实不是华人 是一位应该是白人 但是呢 他这个翻译呢 为了方便起见 那洛杉矶的华文媒体把它翻译成 丁泽医生 所以第一起诉丁医生 那第二呢 起诉南加大 所以呢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做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呢 我们跟一些潜在的受害人 或者受害人的代表在联络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有正式写信给南加大的校长 然后呢 当时呢 他还没有辞职 那现在已经辞职了 那第二的话呢 然后呢 我有正式写信给南加大校董会主席 然后呢 来希望他们做一个正式的解释 所以呢 除了写信给前校长 当然一个礼拜之前还是校长 现在已经变成前校长 所以这是个巨大的胜利 然后跟校董会主席之外呢 然后第三的话呢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请愿的活动 在一个网站叫做Change.org 然后现在呢 已经有收集了一些签名 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这个Petition 这个请愿书 它的中心内容呢 我希望南加大校方对于这个事情 给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说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希望南加大校方出台一套完整的 仔细的有效的法案 怎么样可以杜绝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所以呢 我们这个事情呢 其实两个大的方向在走 第一个方向 是弥补 第二个 弥补的程序 弥补的做法是什么 是诉讼 要让他们知道说 你做错了事 你要负责任 你伤害了人 你呢 要承担这个责任 承担这个后果 你必须要赔偿 那第二个方向呢 是预防 希望呢 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因为为什么 这些女生 尤其呢 大部分呢 是这个 华语女生 她受到这个伤害 这种冤屈 这种痛苦 即使我们官司打赢了 当然 我们官司一定会赢的 我目前来说 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会输 打赢了之后 即使金钱上得到一些赔偿 但这种心理的创伤 可能一辈子都弥补不了 是 她现在可能觉得过去 可能觉得说 这个我们官司 拿一些钱 心里稍微安慰一点 觉得指定 第二的话呢 我这个丁医生的话呢 如果看到丁医生 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后呢 被监控 坐大牢 说不定在牢房里 然后呢 畏罪自杀 也很有可能 她说不定心里得到 一种安慰 觉得过去了 可能20年后 突然做了个噩梦 睡不着觉 觉得烦躁 又想起20年前 在男嘉的念书的时候 这种痛苦的 虚弱的 一辈子不能忘掉的场景 可能从这个 半夜里面 一声尖叫 从梦里惊醒 所以呢 这种痛苦 是花多少钱 都弥补不了的 所以这里面 我先说清楚 这里面大家要讲一些细节 这个丁医生呢 这个老舍老 他为什么 这么 我对他这么痛恨 我觉得这里面几个极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 他是南加大前30年来 唯一的一个全职的妇产科医生 换句话说 他时间 经历的时间 在南加大做校医30年 并且呢 他是唯一的一个全职的妇产科医生 换句话说 受他看的 他看的病人里面 这个女学生里面 他看的是最多的 所以他的这个危害是最大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他的办公室里面呢 会放这个中国人 不是有小竹子 对吧 还放一个中国的地图 他就会跟这些 中国来的女生讲 这点确定一下 这里面的中国女生 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 并不是针对说 在洛杉矶 或者在美国 出生长大的华裔女生 他们相对来说的话 受害的可能性 要稍微小一点 他们有这个自我保护意识 对 他们的意识不一样 所以他会问他说 你是哪个省的 你是中国来的吗 他说 我中国来 他说 我也去过中国 对吧 你是哪个省的 他说 我是四川 他说四川好地方 我爱四川 对吧 这个女生一天觉得说 碰到半个老乡了 虽然不会讲四川话 但让我觉得亲切 对吧 他看这个竹子 他说 这个女生想 我爸妈家里也有一个 对吧 他一看觉得很亲切 他觉得遇到了一个 不会讲四川话的 也不是华裔的四川老乡 觉得很亲切 放送戒备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因为他本身是妇产科医生 他会并且做了三十年 所以他跟病人讲话怎么样 让这个华裔留学生 女生觉得说很放松 很专业 他会来做的一些动作 觉得很怪异 比如说有些不需要检查 他一定要检查 然后并且有些根本就不是 医生的一种正常做法 比如说他把手指放到女生的身体里面去 这种做法 正常的副长根本不需要这么做的 但是一些女生可能就会想说 也许是我也太怪异了 但是也想说可能这是美国的做法 对吧 这是第一个 可能是我自己不懂 人家医生他不可能故意占我便宜 他就觉得说 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我不懂 对吧 他也不好意思问了 他问谁呢 对吧 怎么问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利用这一点疯狂的凌辱欺负性情 怀疑女生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中国领事馆又正式发一封信 也发给南加大需要南加大解释道歉 但是据我为止 到现在为止南加大还没有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 这个事情是非常让人痛心的 痛心的在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是因为呢 人性是一样的 是非取直黑白分明 大家心里都有感称 南加大超过200名以上的教授 写联名信 在两个礼拜之前 要求南加大董事局正式解雇当时的南加大校长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之前他们要求南加大校长解雇这个丁医生 南加大校长坚决不解雇 那是之前的事情 这一点也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他刑医30年中间有很多学生投诉他 但是学校只是说通知了他一下 并没有正式的解雇他 而且最后遣送他说还是给了他一定的钱 对给了一笔非常丰厚的黎之亲 对这个太奇怪了 所以这个校长的给我感觉他并没有在惩罚这种不道德的犯罪的行为 他在鼓励这种不道德的犯罪的行为 所以这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因为他没有第一即时把把这个医生解雇造成后面巨大的损失 南加大的这个一部分老师尤其是tenured professors 因为他们不能被解雇的 所以他觉得说我就来公开挑战校长的威信 你不能解雇我 因为我可以签合同 你签合同 你解雇我可以告你的 对吧 所以联合写信给校长 然后要求校长辞职 对吧 校长不辞职 然后写信给董事局 董事局主席给我感觉他这个人要么跟校长跟医生是穿一条裤子 要么就是说这个董事局主席自己本身他自己道德败坏 因为在他心里他认为不是个事情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他在不到一个小时就拒绝了南加大200名以上的教授 要求董事局解雇校长的要求 他都没有说给一个正式的回复就拒绝了 说我考虑一下或者怎么样 对他至少他都没做个样子 因为他摆出一副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 他摆出我是董事局主席 我决定你们这帮老师也说到底也是学校的员工 说到底我才是老板 不要折腾 对吧 可以知道他传递的信号就是这个信号 至少装都没有装的 就换句话说 这个事情呢很明显 互相包庇 层层包庇 为什么这么说 校长包庇老色狼丁一生 所以三十年来可以为非作胆 祸害无数的中国来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姐妹 这是第一个 第二董事局主席包庇校长 所以一个小时不到直接回绝 没有回应 所以呢形成了 造成无数女生被欺负被凌辱 这个这里面呢我特别强调几点 第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我对这个事情为什么感觉很大程度上我非常的感同身受 因为呢我经常到南加大去演讲的 并且呢专门南加大中国留学生协会 就他们这个学会还专门请我要演讲过至少两次 您是去普及这个法律知识 对一方面是普及这个法律知识 第二呢就是我到南加大法学院也演讲过 就关于法律方面的也演讲过 所以呢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我对这些学生是有感激的 就是说我看到他们一张张乐切的脸孔 一张张无数的乐切的渴求的这种眼神 我觉得为什么我看到他们我觉得亲切 觉得我当年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当然我没有去南加大 我只是说我也是一个非常充满热情的 非常阳光的学生 我只是说这一点 当然我那个不是南加大念书的 这点我澄清一下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人 虽然呢这个我跟他们倒没有非常私下的接触 就只是去演讲而已 但是呢看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正经 我觉得很生气 那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我心里不但对学生有感情 我对南加大是有感情的 因为我觉得南加大呢 这个在南加州呢 第一他很大 第二的话呢 的确呢也有一些培养出一些很杰出的人才 然后第三的话呢 他们也经常请我去演讲 所以我跟他们之间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所以我看到这个之后的话呢 有一种很失望的这种心情 就觉得说我心里对你一种一种很尊敬的 我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南加大 就看到就什么感觉 就看到一个菩萨像在我心里轰冷倒塌 是这样 是种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知道这个南加大的华裔比例还是很大的 中国学生以及是这种台湾啊各个地方来的 所以说我们非常的关切这个学生受害的这件事情 而且您刚才说了校方这个反应让我们觉得很愤怒 所以因为在这个事件里面校方是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他不仅是一直都没有去解雇这名校医 而且在最后还包庇还给了他钱 而且在这么多学生投诉200多名 您刚才说 对教授要求董事局解雇掉校长 结果董事局主席在一个小时不到就立刻回应不解雇 所以这个真的让人觉得很愤怒啊 对南加大学校的整体的这种形象是一个让人觉得500接受的这样一个一笔 对是的 然后并且呢 我特别强调了 并且这个医生呢 现在还说他是受害者他是无辜的他说他那自己呢 只不过工作比较仔细是大家误会了 所以这些媒体这些舆论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让他感觉到很痛苦很受伤 这是他的说法 哇这太无耻了 嗯对是的 所以呢 我这个事情呢是这样 我呢一定要站队 一定要把是非取直讲明白 因为为什么呢 就好像那个我其中一封信给校长的给这个学校的正式的一封信写给他里面呢 我特别强调一点是什么 南加大有现在为止有5400名中国来的留学生 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平均超过7万块 所以换句话说 每年南加大从这些中国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超过或者达到4个亿美金 这是非常巨大的一笔金钱 那么我们刚才是看到学校是要在这个事件里面承担非常大的责任 那我想问一下刘龙珠律师啊就是具体的是什么样的责任呢 像比如说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要开除他的校长 要换校长以外 他还要参与 比如说对这些学生的赔偿吗 学习校方 对是的 因为如果没有学校的纵容支持 这个他不可能30年以来侵犯 呃 柔历无数的女生 有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之前从90年就有人抱怨 那学校当时就应该说立刻调查 如中事情呢是这样 任何事情都有蛛丝马迹 如果是真的一定会查出来 查出来立刻结果 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但是学校不但没有积极的调查真相 没有把他立刻开除 并且让他继续做了20年 至少20年以上 所以在20年来 所有这些受害的女生 100名 200名 300名 500名 账全部要算人家的头上 所以尤其我在给学校的信里面 我特别提到 就是说我们这些我的同胞姐妹 这些华裔学生 她每年付给南加达四个亿美金 难怪南加达现在在当汤 洛杉矶是在这个 在洛杉矶市中心又建一个大楼 有一次我开车 拖来发现现在大楼 我想说谁建的大楼 一看USC 钱哪里来的 我们同胞的交流学费 不是哪里的钱呢 所以这个事情我说得更直白 我们的同胞姐妹付这么多钱 得到就是这个待遇吗 就是让你的医生 可以随意的侮辱 凌辱 欺负 性侵 这些留学生吗 南加达 骗钱 这个医生骗色 骗钱骗色 太可恶了 他骗钱的意思 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说南加达骗钱呢 对吧 他怎么骗你钱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跟学生的时候 学生入学的时候 你一定讲我们南加达多安全 多么保障你学生的权益 你没有做到 你不但没有做到 你做的是相反的 所以从真理上来说 你就是诈骗 其实骗取我们中国留学生的钱 对吧 骗财骗色 一定要跟恶斗到底 是的 如果是这个事情 不得到这个正确的处理 那以后没有家长 敢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南加大去读书 因为这些受害的学生里面 最小的好像只有17岁 就是完全是一个花季少女 就被这样一个狼医侵害了 这个事情让我们真正是无法接受 所以刘律师也是 身体力行到为中国的留学生来争取这个权利 我听的是很感动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学校 它是要承担比较大的这个相关的责任 那刚才要说到另外一件在留学生 留学生圈里流传的事情 就是洛杉矶的这个13岁的少女 在旅馆里面被性侵 那么这个旅馆也是要相关的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 对吧 对是提到那个在洛杉矶这个城市叫West Covina 这个城市呢就两位来游学的 少女并非常年轻 其中一个13岁 其中一个小女生 对吧 然后呢就被这么一个40岁这个强奸犯 这个强奸犯呢 他正式身份是一名牧师 太可怕了 牧师居然 是牧师 对 然后呢就开车 他那开这个他的卡车 一个pick up truck 从窗口经过 看见这个华人的小女生 然后呢就产生歹意 然后进行陆式强奸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令人痛恨及生气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洛杉矶呢就华文媒体有打电话给我 请我对这个事情呢做一个评论 是这样的 但后来呢很快 这个人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被抓 准确点不是抓获 他后来自首 舆论压力太大 应该是以100万美金保释的 这个官司应该在继续进行当中 因为是拍到了他的这个车和他的人 就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能认出是他是吧 对是的 跟中华人是他自己去自首的 是这样的 因为呢当然我觉得他自首 他不自首 他知道也会被抓到 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这点来说的话呢 就就是说他那个 据我了解 这个事情呢 背后呢也有一起民事诉讼 如果还没有发生 这个民事诉讼还没有发起 那很快就会被发起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民事诉讼得到一部分金钱赔偿 这是很小的一个层面 更大的一个层面 一个13岁的少女 然后你40岁 不管你多大 你强奸 就是不对 强奸就是犯罪 对吧 还是个牧师 然后呢 等于说 你就把这么一个13岁的小女生 糟蹋了 这个呢 我觉得这种人 应该判处死刑 真的 所以说如果是您的孩子 在留学的过程中 或者是来美国游学的过程中 没有这种预防的这种意识的话 就怎么说呢 不是说很容易吧 就是有可能遇到这种事 因为在洛杉矶 我们已经就是量起了去年 量起影响最大的最恶劣的这个事件 所以我想问一下 这个刘文珠律师 怎么样才能好好地保护好自己呢 就是留学女生 我觉得这里面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从家长或者留学生 或者游学生 看你是来留学还是来旅游 不管哪个层面 尤其是女生 我觉得女生或者女生的家长 他的观念第一要正确 很多人他对美国不了解 觉得美国人他这个整体文化 他比较客气 小杰比较注意 看到你说 How are you 给你打个招呼 对吧 能够笑一下 很多时候呢 你也不认识他 很多人觉得说 美国都市好人 没有坏人 为什么 莫斯人都问我好 问我好不好 对吧 让我觉得说 美国太好了 所以他就没有戒心 所以这个呢 千万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 因为为什么 人性都是一样的 他一定会有坏人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 对吧 所以你千万不要被这种小杰 这种有礼貌的假象所迷惑 因为为什么 真正的坏了 比如尤其是我们强奸犯了 什么诱拐少女的 就这类罪犯 往往都是很爱死的 往往都是很客气的 就比如说 这个老色狼丁一生 画了一个巨大的地图 还放了一个那个小竹子 哎 竹子在你们这个中国什么意思啊 你家有没有啊 比我这个是不是要高一点呢 还是矮一点呢 对不对 你觉得我这个竹子好不好啊 这个四川呢 四川太好了 我太喜欢四川了 对吧 我明年还要去一趟 所以呢 很多女生觉得说 你看这个医生 不但很专业 是个专业的医生 并且很客气 他怎么可能会侵犯我 那一定不是侵犯 一定是我自己不懂 一定是我自己傻 不了解人家 美国就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就被他迷惑了 所以呢 我觉得第一 不要被这种 美国的文化呢 这里面呢 有个非常客气 非常表面的文化所迷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尤其那种呢 对你格外nice的 格外客气的 你尤其要警惕 因为为什么 老鼠为什么会被夹住 因为他看到那个奶酪 觉得对我很好 很客气 不宜有诈 就好像说之前那个 那个张盈盈案件 对吧 张盈盈案件 为什么会上那个人的车 他肯定说我送你一层 他说我要去什么地方 其他人都不送 只有这个人很客气 说没关系 我送你一层 他送你一层的意思就是 他不收钱的 为什么不找个Uber吗 他可能觉得说 找个Uber可能再花个20块 对吧 可能现在钱比较紧张 省20块就是20块 如果有人愿意送我 那不就很好吗 他觉得美国这个 美国文化电影上 不是常常看到吗 驾个车来送你一层 对吧 也不花钱 觉得我省了20块 也没有 不想不到 这个好心送他的人 最后把他送没了 对不对 当然张盈这个事情 我们也当时呢 就是说有很多的争议 就是说又为什么呢 当时没有检控 这个罪犯 杀人罪 杀人罪 只有检控他绑架罪 kinnapping 没有murder 所以后来呢 我们也写了一封信 正式的信 写到美国司法部 要求司法部 对这个事情正式做个解释 为什么根据我们的事实 没有检控他murder 就是磨杀罪 而只是检控他kinnapping 这个事情呢 我们发来之后 没有回应 等着不耐烦 打电话过去问 说这个信收到没有 司法部一听 说你说那个信 我们早就收到了 你们是不是哪个律师楼的 什么时候发给我们的 我们收到了 我说收到了 然后呢 收到怎么样 是不是要检控他murder 杀罪呢 我不方便回答 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但是一年之后 司法部表态 他说要争取 争取 要判处 要要求 这个嫌犯的实行 我那封信 有没有起作用 也许起到 也许没有 最重要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 你不一定是律师的 有人说 你律师你是律师 你懂我不懂 每一个人 我觉得主要有这个 同理性 有这个正义感 有人觉得说 你这个 那个人呢 是张一颖 是大陆留学中 我是台湾的 我不管 这个不对 那他你们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我不管 这个不对 能度是一样的 我觉得 如果你冷漠 你觉得说 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对吧 我跟你们白淌这个浑水 很多人说 刘律师 你这个傻了 你这个做这么多事情 你不拿一份钱 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这么做 有一天受害人 可能就是我的朋友 可能就是我的姐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并不是说 刘律师你懂 你是律师 所以你会知道怎么说 你那又比较疯狂 你觉得也不担心 请人家报复你 那我就算了 不能这样 一定 我觉得每一个人 你要想到今天你不做 下次发生的可能就是你 或者你的亲人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提到这个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心态也好 对美国不能盲目迷信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特别重要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明白个什么道理呢 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就要张盈这个案件也好 他为什么免费送你一程 对吧 我就花个20块 我就自己叫Uber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尤其对于这种呢 各种的这种好 各种的礼物 各种的这种照顾 各种的关心 有些是正常的 什么正常 看来打个招呼 好啊 这是正常的 对吧 他说 你这个 你说我这个手机没电了 可不接下充电器 他说好 我充电器可以借给你 这个正常的 哪种不正常 我这个手机没电了 可不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充电器 你说 这个男的说 你这个手机看 因为为什么没电了 因为太老了 没关系 明天我送个新手机给你 这就不正常了 他为什么评论我送个新手机给你呢 不是这个意思吗 他为什么 我送个新手机给我 他从来没有来说 刘律师 你手机救了 你为什么手机短信收不到 因为太老了 刘律师没关系 我没人送个新手机 从来没有来送个新手机给我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这种也不正常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为什么 你呢 会被这个炮弹击中 因为你想吃炮弹外面那个糖衣 不知道下面有个炮弹 对吧 这个特别重要 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 我觉得特别注意是什么呢 就留学生 就之前也有那个在日本的留学生 不是那个发生这个感情问题 然后呢 其中两位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被这个 被这个疯狂的男朋友用到捅死 对另外一个被关在门外了嘛 关在门外对吧 关在门外这里面呢 就当时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很关注 因为呢 我觉得那个女生应该被囚处死刑 以谋杀罪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呢 虽然她的室友呢 是讲义气 好闺蜜 对吧 然后说我帮你去跟她理论 帮她理论的时候 她还听见外面的惨叫 觉得情况不对 情况不对的话呢 她急急的出去把门关住 她如果不关门 那个女生可以撞门进来的 可能还有一线生计 但她把门关了 实际上就把那个女的围了一条 深入独死 实际上被捅死的 不应该是她 是应该另外那个女生 因为为什么 跟这个男的发生这种感情纠葛 导致这个男的后来呢 要拿刀来寻仇的 是她 不是她的室友 对吧 是锁门的这个女生 锁门的这个女生 对 所以呢 叫刘欣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好像就提到很多 很多这个家长会觉得 这个要怎么处理 就一定 你的你的小孩子 或者你自己本身是留学生 你教育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教到 像这么这个女的 我叫刘欣 这个特别坏的 这么一个女的 对吧 那么一定会被她害死的 只不过是一天找一天的问题 为什么那个男的会上来寻仇 因为他对那个男的也没意思 所以男的也没什么前途 然后呢 还干个苦工 也赚不到钱 对吧 但是这个男的呢 觉得说 我可能还有争取的机会 然后自己呢 好像狂吃了两个月 方便面 省一点钱 给他买了个项链 还是戒指什么的 应该是项链 还是手镯 发生小手势 他对男的也没意思 他太小便宜 觉得说你送我 也不是我跟你要的 对吧 你不送 不拿白不拿 把人家这个小手势 在他看来是个小手势 他可有可无的 对这个男的来说 是他吃了两个月方便面的代价 饿得面黄鸡瘦 晚上觉睡不着的 换来的 对吧 后来拿了人家这个手镯 然后呢 对这个男的也没意思 男的当然不爽 觉得说你骗我 你试骗他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我这个话讲的清楚 并不是说 你送人家手镯 人家不跟你谈恋了 你就得把人家杀死 这个事实际上不对 杀了是违法的 对吧 但是呢 这里面重复的一点 就是说对刘学生来说 他需要注意的 就是交友要谨慎 有句话呢 叫做 近朱者赤 近墓者黑 这里面呢 你用现代话解释一下 如果你跟刘欣 这种蛇蟹心肠的坏人在一起 迟再有一天 你会被他咬一口 对吧 是这个意思 对 那我们刚才谈了一下 这个留学生怎么样来防范 受到这种侵害 那下面我想问一下 刘龙珠律师 如果是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 那应该是 比如说我要保隆 有哪些证据呢 然后去哪些部门去投诉 或者是说应该找到 像您这样的律师来跟您谈 怎么样做呢 像这种未成年人 他可能并不知道 所以想 你能详解一下 OK 在学校里面呢 是这样 那个南加大也好 其他学校也好 他正常呢 他都会有个校务 有个专门处理的机构 就学生的各种问题 我觉得呢 那么呢 你的第一时间 向学校反映这么个情况 很多人说 我也不知道 这个有的学校很大 我也搞不清楚 哪个机构处理这个事情 我办公室有几十个 我都搞不清楚 我一问都不太好 对吧 我都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那么你可以向你的老师反映 这是第一个 你第一时间你要反映 那第二时间的话呢 你要报案 很多人说 刘律师 万一这个事情呢 警方不立案 他会不会说我 说我诬告 对吧 不会的 因为前提是 你这样是讲的事实 是不是够人犯罪 让他们来决定 不是你决定 前提你不说谎 你说 这个医生给我检查 他把东西放到我的下面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做了其他很多的什么动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犯罪 我不知道在美国 是不是进行检查的 对不对 第二 所以第二 你要立刻报案 所以第一 向学校反映 第二 你要立刻报案 第三 你可以找律师 因为很多律师呢 他这个第一次咨询是免费的 当然虽然我例外 但是呢 绝大部分律师 华人律师 据我了解 洛杉矶也好 纽约也好 95%以上的律师 第一次咨询是免费的 你说我律师 我要咨询一下 对吧 这个时间不长 十分钟 问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呢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防范机制 就最好呢 你陆续的时候 你要弄清楚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被学别人欺负啦 假设说很简单的事情 你可能被室友打了 打了一阵 或者男生 当然女生也有 或者说别人冒东西偷走了 那么你要向学校有关部门反应 学校里面一般呢 它会有两个部门 第一呢 是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的一个部门 第二的话呢 是校警 比如南加大也好 UCLA也好 比如纽约的学校 Columbia NYU 你一下校警 校警反应 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啊 如果有人觉得说 哎 下校警反应 他们会不会互相包庇 不管我的事情 这个没关系 校警反应之后 你向当地警局 可以再反应一次 所以呢 那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 觉得说哎 他们都是一个我去反应 他们反而会长麻烦 不是有那个前阵子 不是一个北京大学 有个女生姓岳 是不是 他又要求当时百大呢 公布其中一个教授 为什么没有被 被这个解雇 叫沈阳 对 对吧 这个 所以沈阳呢 是这个 美国老色狼 丁一生的中国表弟 沈阳 结果呢 也跟一个女学生 发生感情纠葛 还有那个女学生 后来自杀 是吧 跳楼 跳楼自杀 后来呢 就北大 有这么一个女生 要求百大公布 当年 这个 讲话的开会的记录 为什么当时没有 及时 把这个沈阳解雇 对吧 没有对沈阳呢 这种受刑 做出处理 结果呢 不但沈阳没有受处理 这个女生自己受处理 百大有校领导 跟这个女生讲话 各种威胁 各种统吓 然后跟他讲说 这个呢 你还是要毕业 看你能不能毕业 对吧 你不要找麻烦 是不是 所以呢 就可能很多人 在留学会觉得说 觉得美国也是一样 跟北京大学也是这样 当然 北京大学这个事情 我讲清楚 我觉得不一定在中国 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呢 北京大学的确 这个事情造成了 非常不好的影响 给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抹黑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就千万不要觉得说 哎 我呢 因为百大是这样 所以呢 美国大学都是这样 或者中国大学都是这样 不是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百大应该以这个女生为龙 追求真意 追求真理 追求真意 追求真相 北大应该以校领导为此 是这样的 是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回顾了一下这个留学生在美国受到性侵害啊 有些严重到被杀害的这个案件 特别荣幸的请到了刘龙珠律师们来给我们讲解案情 而且刘龙珠律师已经在身体力行的努力 为这个受侵害的女学生们这个争取权利 那么我们希望事件有进一步的进展 也希望啊 如果南加大的这个相关领导有看到我们的节目呢 也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啊 参与到保护啊 华裔留学生的这个运动 以及所有的这种啊 受害的保护受害女生的这个权益的这种活动中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刘龙珠律师 谢谢 我最后呢加一句 就是说如果你成为我们诉讼官司的代表 那么呢你有可能得第一有几个好处 第一你追求正义代表受害姐妹 这点呢很了不起 这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金钱的赔偿可能呢有50万或者以上 然后第三的话呢 作为受害人 如果丁医生被刑事检控 你可能作为受害人可以申请签证 甚至可以拿到绿靠 所以三点 正义金钱还有绿靠 那我很高兴这个在法 在美国这个法治社会呢 参与到这种维 维护法律的这种运动呢 就像刘龙珠律师说的这样呢 还有一些这种利益 就是除了维护正义以外 您还能得到这个相关的这种金钱的补偿啊 以及这种就是对您的这种奖励 所以说如果您知道有关的线索 或者您就是受害者呢 您可以联系一下刘龙珠律师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锦尔 英文名是Michael 很高兴我们今天啊 留学生节目 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 这个冯硕啊 同学来跟我们聊一聊 关于在美国学习MBA 这个专业的一些内容 包括在美国就业和他之前的一些经历 冯硕呢 因为我是为什么说他是重量级嘉宾 因为他是一个国内比较资深的一个高管啊 是吧 差不多是高管 不算高管 中高管 中高管啊 然后呢到美国来 那么 我觉得呢 就是很多中国人呢 要到美国来学习 有一些刚毕业的 我们就不去聊他们 因为他们必然要到国外去进修 这是很正常 而在国内有规范经验 就业经历 而且呢 还做到一定level了 这批人 怎么样去取舍啊 到美国来就业 学习或者就业 就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所以今天我就邀请到了 冯硕来跟我们聊聊 冯硕我知道你之前 那你先第一个问题啊 就简单聊聊你之前在那个中国的经历吧 做什么行业啊 或怎么样一个经历 过去几年呢 大家好 我是冯硕 我以前是在北京移动 做这个项目管理方面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团队 然后下面带来一些这个项目经理 去做这个通信 这个相当于就是说 移动公司的这个通信设备的 一些通信系统的 一些这个建设工作 当时在国企做的 感觉 这个时代的发展吧 老在国企内部 然后这个感觉自己在这个 这个相当于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还是有限 然后呢 如果是想这个 跳出这个行业来 去别的方向发展呢 还是觉得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 然后呢 另一方面是 也是以前的这个大学毕业以后 没有这个这个机会去到国外来游历啊 学习啊来经历一下 然后觉得是个遗憾 然后觉得还是到国外转了一圈 然后看一下国外的这种 相当于你不体验一下国外的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 他们的思维方式啊 不跟他们在一起很长的时间待一段时间 你是光看书是没有办法了解 或者深刻的理解这个事情的 然后呢 在国外读了两年书 感觉对美国的这种 对他们的文化啊 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啊 然后这种 或者是他们工作的方式啊 对我一些很深的一些理解 这种对于开拓事业啊 以后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跟一些国际上的人打交道 这种我觉得都有很很好的一种做一种提升 或者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投资 这个你分析非常详细 就是说一些经历啊 包括是关于这个体验 我觉得这个词啊 我们可能就是你毕业那个年代 你也比我大没多少 没多少你是我大概是八几年 我是我 不是你就说什么时候你大学毕业的 08年开始上班的 本科毕业对吧 没有我当时是有一个年龄生的学位 你是本科在本校留了读了个研 对对对 08年那个就硕士毕业 对对对 大家可以想想那个年龄啊 非常资深啊 08年我在干嘛呢 那然后这个学校也很好 是那个油电大学 北京的对吧 是非常厉害一个的 这个行业非常好的一个大学 那你毕业的时候 在油电大学还是在油电部的 还是已经到教育 没有已经是教育部 已经是教育部 对对对 我问大家可能很多年轻的观众们不太了解 在中国的很多高等那个一流大学啊 之前都不是教育部的 都是各个部的 各个部的大学 你说这个一个油电部 可能手下也就几所大学 你说这种大学那个时候 这个很肥啊 他在这个油电部 他归油电部的时候是很吃香的 因为那个时候说这个油电部非常有钱 对对 然后呢 有钱没出花 然后呢 领导就说要投教育 投教育的话 没有人能指责我说乱花钱 所以呢 那个时候 这个油电大学北游非常有钱 对啊 但是呢 就是花归教育部以后呢 就没有像以前油电部那种亲儿子的待遇了 是不是当初那个油电部长想着 油电部副部长想着 马上就去教育部当部长了 开个玩笑 先给别人做个嫁衣 开玩笑 那是这样 是那个 这个大学很好 然后毕业之后啊 又留在了北京工作 而且是那个 央企啊 之一的一个央企 在那边上班 又带领项目 整个这个 我说人是非常 按照我们诸故人说法 就非常圆满 也有非常幸福的家庭 那个小孩 但是呢 要放弃这一些 短暂的放弃这一些 到美国来体验 体验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文化 那还有个问题 我先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 你到美国来 学习 经过了这一番学习啊 几年 你到底觉得 美国的这个MBA教育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看用 简单的 也不用 我觉得你不用讲的 很复杂 你用简单的说 到底是个 它是个什么 我就觉得美国的MBA 就是颠覆了 我在国内的时候 对MBA的这种看法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 大家对MBA 我不知道是误解还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MBA 就是到那以后 天天就是同学开始 这个社交啊 交朋友啊 认识人脉啊 反而觉得MBA 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 对于这个学习 觉得MBA就是混混 主要还是开拓人脉 但是到了美国呢 就不一样了 美国这个MBA 对于你的学习的要求 还是非常的高的 是真的希望你能够学到一些 不管是专业的知识 或者是一些宏观的框架性的 比如说什么领导力啊 或者是说这个啊 什么企业运营啊 或者是说这种 风险管理啊 这些方面都需要你有一个 比较深入的一种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以前的一种 观念上的一种 颠覆吧 颠覆 那我想补充点 就是在美国学MBA 有个最大的不一样啊 跟国内可能不一样 就是说美国很多商学院的MBA项目 他后面的课程 是跟其他科系打乱的 对 基本上中国的商学院的MBA 全都是一个项目 就是说这帮子MBA同学 他甚至跟那个他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经济学系啊 或者是商学院 都是隔离的 就是他跟那个全日制学生是隔离的 很多MBA就完全是MBA 一拨人啊 他们去让教授过来上课 在美国是不一样的 MBA和其他在校的系是打乱的 很多 几乎不是一个 两个学校 因为我以前学校我也研究过 所有的学校 很多到了第二年的选修课 全都是打乱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 也不想用这个集中的实资力量 专门给MBA开课 所以你就打乱 你就跟什么系啊 会计系 供应链系 还有什么金融系 非常非常专业的 这些学生和老师一起上课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 这些课的要求啊 这些课的要求就非常高的 你不可能说我MBA 因为MBA大家知道 他的对本科的要求是 没有什么大的要求 所以你什么 你就学个文科 你都能去来上学 学个什么中文 你都可以来上学 但问题是什么呢 你做没做好准备 去跟那些人在一起上课 你做没做好准备 去跟那些老师 去接受他们的那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考核 一些一些 一些魔力吧 然后我想问你个问题 那你刚才谈到MBA的问题 那你从学习上来讲 跟国内有什么 因为你也经过国内的硕士了 非常好 你就想想看 这两个硕士 在国内来讲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学习状态 我觉得就学习状态来说 这边的MBA的学习 强度跟国内的硕士 应该来说 还是要更强一些 国内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读硕士的时候 主要还是集中在 在实验室做项目 做一些软件开发性的东西 然后学习的东西 大家都把那个位置 放得比较低 然后但是这边的MBA 对于你课业 以及这个考试的要求 都还是高一些的 然后对于这个 你真正掌握这些知识的要求 还是相当高的 换句话说 就是这里美国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MBA的 这个学习的强度 跟国内的本科差不多 国内本科 对 本科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每个学期 每门科都要考试 对吧 你考不过试 你就要冠科 然后所以大家都拼命的 去准备考试 这边的这种 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课程 它的这种学习的强度 要求 差不多跟本科的差不多 也还有种 还有个不一样 我个人的体会就是 他平时的作业 那就跟中国的完全不一样了 他对作业的要求 他每周都有作业 而他的总成绩 是算作业成绩的 所以 对对对 这一点有些区别 中国有一场考试 两场最多两场考试 就一个学期差不多 对中国的考试的 这个占比非常大 然后平常作业的占比 就比较小 很小 或者是你这个 比如出勤率这种 占比的考核成功也很小 我遇到过一个教授 他居然是说 他不但要考核你出勤率 他还要考核 他又不认识你 他说这个出勤 他才20% 他说这个出勤 是我最后评论的时候 我看你这个名字 我会看 这个人我认识 你就是说什么 你要回答他问题 你要跟他交流 而且他 而他这个上课的班级里 大概有60个同学 六七十个同学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学期下来 你再怎么样 在六七十个同学当中 脱颖而出 就很关键 我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是美国的这种特点 还是说是商学院的特点 就是说 在课堂讨论的时候 很多教授会要求说 你讨论的内容 必须要有水平 要有内容 你不能纯粹 就是在这个课上乱说 那种的话 你乱说话 那是没有成绩的 你只有说 你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教授会说 你这个发言很好 然后你就有平时的成绩 是 这点也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刚来 中国刚来美国读MBA 可能上课的时候 很多发言 很多同学也挺积极的 他并不是说 传统印象 中国人的印象 比较内向 但是你很积极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个把握住 这个要领要把握住 回答的时候 要简洁 要害羊 要有头绪 要有逻辑 然后要回答得好 让大家都 否则你就浪费大家时间 对不对 当然一节课的时间 你就浪费了 所以我们觉得 这点 我觉得冯说说的非常棒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就是 我们说点宏观的东西 因为我想老师跟你聊MBA 你也觉得无聊 因为毕竟是高 那个重量级家 我们要聊一聊 关于国内现在 这个就业 我们先说国内就业 因为国内就业 我们大家知道 最近几年风险环境 有所改变 因为你也是在国内 摸爬滚拿那么多年 国内那个比如说 金融行业 现在大不仅期了 对吧 银行 现在大不仅期 然后包括一些央企 国企 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来跟大家宏观的讲一讲 国内现在就业什么情况 现在国企 只能说是比较稳定 但是随着 国家的 调经济结构的这种深化 然后央企 可以说是跟 跟好的这种私企的这种行业比起来 我觉得它的竞争力就不如了 比如说你在互联网行业 这个是国内现在最火的行业 对 互联网行业的这种待遇 不管是待遇 还是这种发展的空间来讲 我觉得都要比央企要好 央企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刚入行的这种人来说 这种同学来说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央企上 基本上是说你要是想升职 或者晋升 必须要有空缺的职位 但是呢 空缺的职位是 现在已经很少了 你必须等你的领导退休了 或者说他升职了 才有空缺给你去升职 很少有央企说 看你这个人才不错 我直接给你设一个领导的职位 新设一个领导的职位 你来做吧 没有 央企一般很少去 拓展新的这种 像他的这种 相当于业务领域 他很少去拓展新的 就是说一般来说 他们都比较保守 如果他想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呢 他可能需要上级 或者更上级 层层的批准 所以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 央企的灵活性非常差 所以就是说你 你只能等着你的领导升职了 你才有机会升职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不如私起 可能他新设一个业务 就有一批新的职位 去等着你去竞争 对 我先不说一下 今天听到一个笑话 我以前在央企工作 听到个笑话 说你要怎么升职 你平时千万不要努力工作 你努力工作 年年绩效第一 没用 你根本升不了职 因为你要等到 你上面的那个 领导 那个主任呢 他要升职 你才能当主任 你要怎么呢 你就每天到 那个最大的boss 就是你这个分部里面 那个大boss 就是比如说分部的总经理的门口 去转悠 我每天都去转悠 然后他出来 总经理你好 上厕所 我也上厕所 你好你好 你每天去混 去混脸熟 然后他们是怎么竞争 你知道吗 今年这个要升了 那个总经理拿个名单 这小伙子不错 为啥不错呀 见过他 见过他 他不能说 我在厕所见过他 他说我见过他 然后就说 就他了 他们就 我其实有一个 最好的办法 你知道吗 这个叫什么 会哭的 就是什么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对 就是你啊 天天把你这个工作里 遇到的这种困难 或什么的 天天去找你的领导念 说啊 我这个东西好难啊 有多少多少困难 需要领导的支持 需要领导的帮助 这个领导呢 第一 他会觉得 这个员工很努力啊 我要帮助他 然后我帮助完了 也显示出我们领导的价值 不是说在这里空做领导 真的呢 是不是 为部门这个总体 做一些提升的 所以说呢 这种人就是领导 对你印象会非常好 对 他会觉得你 第一你是个认真的 做事情的人 第二你这个工作的这种职位啊 或者说你工作的任务 确实是很难的 所以你这个人更凸显价值 然后第三呢 领导跟你配合长了以后 对你还会有私人的感情 然后呢 更倾向于提高你 所以就这种 中国这个央企 国企就说白了 就是一个人质 也就是说 企业管理角度来讲 就是说 领导就是大家长 他在这个岗位上 他有无限的权利 他就提拔了 对不对 他有这个权利啊 不是说有一个考核机制 或者说一个非常科学的机制 其实这个央企也在做这一块 也在做这一块 就是说这个文化的影响 对 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赚过来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 其实你说私企就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也有 私企有稍好点 因为私企是看业绩 你这人 他有个业绩 你这人赚的钱最多 就是你 那倒是 没错 央企不堪业绩 为啥 赚的钱也反正不是他的 我干嘛 央企第一是赚的钱 反正不是他的 所以呢 第二就是说 他不赚钱又能怎样 反正有国家养 最搞笑的就是 你央企也不能开除人 因为他这个部门是不能开除你的 你是被那个总部给招人来的 那你怎么 你不开心啊 你就索性跟那个领导去吵吧 哎呀 天天跟那个主任 就骂娘骂爹就吵 这个要吵到什么 吵到整个办公楼 都知道你们俩 他妈的在吵 sorry 说了错话 吵到之后呢 领导受不了了 哎呀 赶紧就要走吧 那个你要去哪啊 去那个部门 你去你去吧 给你给你 对吧 不能光说央企的坏话 我们讲的是笑话 这都是我们俩聊聊天 央企当然有很出色的央企 非常出色 顶梁柱 我们这个整个世界人类的顶梁柱 这个都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央企 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 我们也要那个支持我们的央企 好 我们再说一个笑 这个这个就不是笑话了 我们说完了 我们再说那个国外的就业 国内的大行情 我们刚才大家听到我们 总说的风向 那么在国外啊 你最近都在美国 你就聊一聊 国外现在是 特别对于那个中国留学生来说 现在有什么大的风向 在国外就业 在美国就业 对国外的就业 因为我本身是要回国就业 所以我对国外的 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我感觉现在美国 就美国来说 还是它的高科技行业 比如说像它的互联网 像它的生物 生物科技 或者是生物制药 以及它的金融行业 还都是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这方面来说 也是可能也应该也是 中国的学生比较 比较热门的一种就业方向 那它制造也是不行 它的制造业 这个川普一直在说 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美国 也有这个趋势 但是还没有看到 还不是主流应该来说 因为美国毕竟 它的人力成本还是相当高的 但是它也有其他的优势 我看到过几个数据 说美国的地租成本 中国是美国的9倍 说物流成本 中国是美国的2倍 美国唯一的一个劣势 就是说它的人力成本 是中国的2.75倍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就是它的人力成本太高 制约了它的制造业的发展 所以它地价反而比中国低吗 我觉得你看看中国的房价 也知道 就是说制造业的 应该说工业厂工业用地 对工业用地 明白 因为我房价跟中国差不多 说实话 也对差不多 跟中国同党的城市来说 同党的城市来说 还是差不多 跟差不多 如果纽约的话 跟北京上也差不多的 说实话 还比上北京上也会 高一些 那普通2线城市 比中国的1线城市差不多 但是它美国的 它地多 还有这个平常的人口来说 它的用地的资源 还是非常多的 你想中国跟美国 差在地上面 就差在通资 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工资 比美国差那么多 所以地都接近了 你想想看 而且而且美国的物流成本 是这个地 物流成本是地 对 美国的高速非常发达 这个物流成本也是 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 一百年以来 积累的一个成果 中国要赶上也不容易 我们不能说 中国现在很落后 因为中国现在 全世界 就美国的成本 几十年 几十年赶上 赶上来也不容易 刚才我们要补充一句 刚才说央企的问题 咱们要看 我们看到央企好的一面 又是吗 咱们看 我们逢说 就是央企培养出来的 那么多年 你看现在在美国 混得风生水起 不是风生水起 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好 现在在北京 有房有车 对吧 这个没关系 就是说 我说说什么 这个人才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央企业 或者什么 有很多人才 所以我们并不要去 特别的感觉到 我们这个都是 一片迷茫 或者是一片黑暗 我们还有很多人才 我们将来的未来的发展 都有我们这些人才 在做获利 我对我们 我们后来的发展 非常有信心 其实说到这里 我倒是想到了一点 就是就我自己来说 这个以后的就业 我其实不是说 哪个行业热门 我就非常去哪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是 你自己有一个 心向网织的一个行业 或者说一个 你想做一个什么事情 有这么一种 抓自内心的原始的动力吧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不一定非要去那种 当下时下最热门的行业 我觉得你 可能等你毕业 或者说等你在行业里 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很多年就过去了 对 一年十年 那么这个行业 是不是还是最热门的 那不一定 这个有前提了 对对对 这就是有经验的说了 因为我最近跟那个 一个朋友的讨论什么 讨论这个 国内有一个医美行业 就是医疗美容这个行业 现在发展的 那发展的很大了 对 但是他这个行业呢 想入门的 你想现在再去开始 可能就 就已经面临很激烈的竞争了 对 当时刚发展起来的那批人 是什么人呢 就是以前在这个美容行业 从业的那批人 他们就借着这个 他们以前可能那个美容行业 不是发展的很大 但是借着这个 医美的这个春风 他们改行很容易啊 就很容易就切入到 这个医美行业来 这个时候 就随着这个行业一起成长起来了 是不是那个时候 什么放开了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医疗美容 应该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 让这个医疗美容 可以真正的 就是说在 对你这个身体 没有伤害的情况下 在小店就能做了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看 满大街的 现在都有那个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个 医美行业的 就是这种从业人 然后我对这个行业 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有这种朋友 他们就是刚好 身在这个行业里 就跟着这个行业一起起来了 其实这种是最好的 在行业 这个最初的爆发时期 你在这个 身处的行业里 对 你就是最幸运的 说到医美行业 我以前认识韩国人 在上海的时候 他就是来上海干嘛 就是做医疗美容的 他们那个引进了很多 不是很引进 就是很多韩国人 早就闻到这个风向了 他们都到上海来投资 开医院 专门做整容和美容 医疗美容 所以非常 我说国际上的人 也受到了这风向 所以他刚才就很有见底 我们说冯说 他果然就是 有经验的表现 我其实说 这个医美 不是为了凸显 就是医美行业 我们随便聊聊 我只是说 你能够刚好在一个 处在爆发期的一个行业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不是说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行业 热门 你再进去 抱歉 这个行业已经过了 它的爆发期了 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坚持你自己想做的那个事情 说不定哪天它就爆发 对 还有就是一个经济周期 Circle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眼前一时乐 大家都是一窝蜂 大家想想五年后是什么样子 十年后是什么样子 对吧 要有一个forward rocking 这种前瞻性 好 那么聊完了 我们就再聊聊 比如说有一些 我最后我想我们聊了挺多了 最后来个话题 就是比如说在美国那些建文 我们这个话题就比较广了 比如说你在美国的生活上 或者是在家 我听说你也会带家人来旅游 我们中国很多同学都这样 现在我看到 不像以前了 现在都是中国同学毕业 不是说也很寒酸了 都是把家人挖过来参加毕业旅行等等 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好 那我想问你的话 你在这些建文 你在美国有没有给大家 要来美国之前的人 给大家来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的一些自己独特的想法 其实对美国的建文 有很多东西对我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 就比如说美国 它的公共资源非常发达 我在美国来之前 没有想到 比如说美国的图书馆 它那个图书馆简直遍地都是 而且完全免费 就是有各种小说 各种比如说这个专业的书籍 以及各种什么文化类 艺术类 什么社科 各种书籍 应有尽有 而且完全免费 你想借多少本 随便借 就这种 对我的震撼感觉太大了 条件不错 装潢 条件好 你在那里 你想在那里看书 有自习史 对而且是静音的自习史 你在里面谁都不发出身 就是完全是 条件非常好 非常好的那种 跟自习史一样的那种环境 或者是 就是说你不想在图书馆看书 你完全可以把它借到家里去 我觉得美国非常鼓励 它的一般老百姓的这种学习 然后相当于一种中身学习 对 你可以不停地依靠阅读来提升自己 我觉得这个 对于一般美国老百姓的这种鼓励是非常大的 对 因为设置了很好的这种非常便利的这种条件 对 然后在国内 就算是在北京上海 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发达的这种 没有 那肯定没有 对 还有我说的图书馆是有个原因 就是美国那个行政领导分的很细 他走两步就是开两个车 开个十五分钟就一个市了 对对对 所以他每个是一个图书馆 也有的是实在太小了 他们是联合图书馆 联合图书馆 这样的话 但是他们这个经费非常充足 因为他很小管理 他说这个是有议会是什么市长 很小一个地方 就中国相当于上海一个街道吧 就很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城市 所以就分得很细 管理的很细 那么他的精细化管理 其实说到这我就想起来 就是说如果同学们到美国来留学 千万不要天天待在校园里 对 有条件的话一定要买辆车 到处的走走逛逛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社区啊 什么你也可以参与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美国人当地的这个文化 它是个特点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在那个图书馆 我碰到了一个 一个美国的一个一个 也不算老太太吧 中年的一个妇女 他呢 刚好领养了一个中国的小孩 他就说呢 我那个没有中国的朋友 但是呢 因为我领养的是中国的孩子 所以呢 我是希望他了解中国 然后还会说汉语 所以他就见到了中国联孔的人 他就去想起来叫朋友 对 而且他还邀请我去他家里 就是给这个孩子一起过生日 然后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还是非常开放的 对 我当时是有事没去尝 但是呢 我觉得从这边我就看出 其实美国这个整个的文化 它是非常开放的 对 因为大家新闻中 可能看到美国好像排外啊怎么样 特别是新总统上来之后 但有个问题就是 美国民间有一股力量 是非常的开放 也非常友好 我经常走到一个门口 看到一个 他们每个人 美国是每个都有个院子 草坪上插一个牌子说 用三种语 阿拉伯语 英语和西班牙语说 我们欢迎 不管你来自哪里 我们都很开心跟你做邻居 三句话说 很多 我实际上看到 就是说 就表达的是一些善意 当然美国也有一部分 每个社会都有极端的人 保守的 每个社会都有开明的人 所以 而且美国人 你就是说了 他们很喜欢 他们很 有些人是比较外向 他们很容易跟陌生人 就很开心的就邀请他到家了 中国人就很少见 中国人说刚认识 你到我家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 美国这些文化 你还有什么吗 你补充呢 基本上想到的主要 就是说要深入的多了解美国 千万不要说只在学校里待着 这样的话就太亏了 说白了太亏了 对 大家要出去 要reach out 出去跟别人 最好多交一些美国的同学 美国的朋友 这样的话 对美国的这种理解 美国文化的理解 就会深刻多了 很多生活中的经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 很多人 作为你的个体来讲 我们把这个国家 大事 世界经济放一边 从个体来讲 大家从我们今天采访上 就可以听到一些 可能对你个体 将来的留学工作就业 以及国外的计划 等等非常有用的实用的信息 我们很高兴 我们祝愿那个冯硕 以及他整个全家 都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 以后的生活 幸福美满 祝愿你早日进入那个 那个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啥目标 早日进入正部几行 完全没有从政的目标 好 早日赚到大钱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留言 提出宝贝的意见 再见 好 感谢Michael给我这次机会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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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